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牛禁死于11月13号 向所属公司Edo发送了内容证明表示 如果不接受改正要求 将解除专属合约 根据媒体报道 牛禁死当天以5位成员的本名 发送了此内容证明 成员们在内容证明中要求 请在收到此信函之日起的14日内 纠正我们所提到的 所有专属合约的重大违规事项 牛禁死成员们表示 针对海埔做出丢掉牛 重新制定计划即可的决定 作为牛禁死的经纪公司 应采取必要行动 最近在国会国政检查中 海埔的音乐产业报告中有 因女儿的字眼烦扰了几天 丢掉牛 重新定制计划即可的表述 请确认决定并只是 抛弃牛禁死的人是谁 对过程中发现的背心等违法行为 采取民事案刑事措施 就所有相关事项 编写审查报告和人事措施报告书 并提供给牛禁死 牛禁死还向耳朵提出了以下要求 要求对哈尼说 无视他的经纪人进行正式道歉 删除未经同意曝光 并使用的影片及照片等资料 调查并解决因专辑拍击 给牛禁死带来的损害 解决与脱雷流略的导演 新入测的争议 以及因此导致现有作品消失的问题 保护牛禁死的独特风格和作品 让前代表米尼禁复制 成员们强调 希望恢复像以前一样 由前米尼禁代表负责 Odo的经营和牛禁死的制作 让Odo回到牛禁死签约后 至2024年3月那段愉快幸福的时光 我们怀念当时与米尼禁前代表 一同公司的音乐舞台 以及充满创新的崭新活动的牛禁死 牛禁死强调 Odo若不接受改正要求 将解除专属合约 目前关于牛禁死成员们的家人 亲属们的无根据谣言正在流传 但牛禁死与这些谣言毫无关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有信心在没有hype的情况下做好 就支付违约金走人吧 何必这么执着呢 国家已经够丑了 没心思关注你们 如果放不下米尼禁 那就快点付违约金结束这一切吧 真的 虽然我不是牛禁死的粉丝 但我认为牛禁死为hype赚取的收益也不小 毕竟不是所有被培养的团体 都能像牛禁死一样成功 所以最终还是走上了50-50的路线 明明有正当的解约理由 却还被说成像50-50 在牛禁死日本出道后的这一年半里 hype试图无视他们的存在 而且众肉文件中所提到的 还不还打算抛弃牛禁死 在情况如此明确的情形下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评论呢 以后无论是不是与米尼禁在一起 都无法跟现在这个公司在一起的 牛禁死加油 虽然不是粉丝 但是真的希望牛禁死能离开 还不 牛禁死加油 对于牛禁死的内容证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看天Q来了影片的大家 应该很多人都是很喜欢KPOP 甚至想要踏入这个 充满梦想和机会的产业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进入KPOP娱乐产业的三种方法 第一 成为爱豆歌手 这一定是许多人的梦想 但要成功进入这条路 需要具备极高的颜值或者是唱功 而且竞争激烈 仅手术人能脱颖而出 大家要很努力的练习唱歌 积极的发送提摩影片 或者是参加各个经纪公司的争选赛 第二 成为韩国娱乐公司的经纪行销NNR 也就是在韩国娱乐经纪公司上班 这条路经比较需要 灵敏的市场嗅觉及专业知识 当然如果没有韩国的学业经历背景 可能会面临较高的门槛 而这类职位能参与 艺人企划歌曲选择与宣传 让你能在幕后成为KPOP推动者 第三 成为KPOP作曲家 作曲家这条路相对比较开放 只要你有才华 就可以透过投稿争选的方式进入产业 如果作品被选上 不仅有机会和自己喜爱的爱豆合作 更可能带来丰厚的版税收入 甚至在KPOP界中大响鸣声 不过一听到作曲应该马上就会觉得 好复杂 我们先来听几首歌 大家知道这些歌曲的共同点吗 这些歌曲都是由 结尾P娱乐现任制作人 KAS参与制作的歌曲 很多人都觉得 音乐创作非常困难 设备门槛高 但只要有KAS的KPOP音乐制作课 作曲不再是梦想了 在KAS老师的课程中 你不需要懂得乐器操作或复杂的乐力 只要有一台电脑键盘和滑鼠 KAS老师就会从零开始 手把手带你从最基础的节奏练习开始 教你如何选择合适的音色 进行简单的曲样和编曲 甚至可以帮助你在短时间内 制作出有质感的KPOP风格音乐 大家应该知道 最近KPOP歌曲常常在开头几秒钟 就能抓住你的注意力 或者在编曲上会选用一些很简单 但非常有基点的和弦走向 而KAS老师的课程 就能帮你掌握这些KPOP音乐的精髓 此外 KAS老师还会在课程中分享宝贵的 Demo投稿要点 让你的作品更有机会被韩国娱乐公司看到 这对于有志进入KPOP产业的朋友们 是一大助力 然后最重要的是 现在课程限制优惠低于42折 输入Thank you 350 再折350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爱多梦想 或者是想要进入KPOP产业的话 KAS的KPOP音乐制作客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把你的梦想变成现实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生时期》 在回家的路上 被小混混们欺负的 Shiai ni Tehmi han chong han Tehmi在11月13号直播的时候 说了这段故事 《练习生时期》 我们在东大门吃钓鱼烧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很可怕的混混哥哥们 当时我们还小 而那些哥哥们体型高大 看起来就很可怕 其中一个人突然对我们说 喂 你们过来一下 理由是因为我们看他们了 他们就开始找麻烦 我当时非常紧张 但穷元哥却一动也不动 非常镇定 我们被带到一条混乱的小巷子里 发现里面还有三个人 那时他们想要抢走我的iPad 但穷元哥阻挡他们对他们说 拿走我的Nike鞋 别动我弟的 然后就把鞋脱给了他们 当时正下着雨 穷元哥就这样光着脚 踩在湿漉漉的地上 还对我微笑着说 没事 家就在附近 就这样他守护了我 2016年2月22号 穷元在推特发过这样的贴文 大家该承认的就承认吧 我从练习生时期开始 就是Temima 不管你们多快入坑 至少比我慢了三年 Temima一号就是我 11年资历的Temima 穷元经商 作为17年的粉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穷元当时年纪也小 但他怎么能像一棵大大的树一样 守护着Temima呢 真的好想念穷元 哇 这样的故事到现在才被公开 将近20年过去了 真的是想你的风格 让人觉得爱意满满 也让人无比想念他们 眼泪快流下来了 真的很爱Temima和穷元 希望他们都能幸福 穷元在那么小时候 就守护着Temima 穷元你过得好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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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